她是最倒霉的贵族公主 刚出生就长着一张猪脸 吓坏了躺在病床的妈妈 为了保住家族的名声 妈妈把她藏在别墅里 由自己亲自照顾着 不跟外界有任何接触 随着蒂娜一天天长大 她的招风儿慢慢消失 脸上只剩下一个猪鼻子 妈妈想要做手术解除掉 可鼻子上连接着颈动脉 她只能顶着猪鼻子生活 就这样过了几年 蒂娜到了失婚的年龄 妈妈开始张罗起相亲来 可当这些公子哥 捡到蒂娜的鼻子之后 瞬间被吓得落荒而逃 还有从窗户跳下来的 妈妈感到非常的无奈 只好都换成强化玻璃 而管家也在随时待命 追上那些逃跑的公子哥 让他们签署保密的协议 不能泄露蒂娜的任何事情 眼看着一次次的相亲失败 妈妈伤心的安慰蒂娜 他们不是不喜欢你 而是不喜欢你的鼻子 原来蒂娜的曾曾曾曾祖父 年轻时候和女仆又私情 还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 但事后又不想负责任 转头和贵族千金结婚 心灰意冷的女仆 最终跳牙自杀了 而她的妈妈是个女巫 为了给女儿复仇 她诅咒蒂娜的家族 伺候每一代的女儿 都会长着一张猪脸 这个诅咒才会被解除 不过幸运的是 在这之后的五代 出生的全都是男孩子 并没有受诅咒的影响 蒂娜是第一个女孩子 所以在她满18岁后 妈妈就开始着急相亲 希望能早点破除诅咒 这天和往常相亲一样 爱德华看到猪蹄子后 缝一般地逃出了别墅 但不同的是 她跑得实在是太快了 管家根本没有刷到她 也就没有签署保密协议 爱德华慌张地来到警局 说自己也看到了猪腰 警察明显不相信她的话 还拘留了爱德华一晚上 记者也在上面大做文章 说她是有妄想症的疯子 出来后的她很不服气 直接找到了报社理论 可这么离谱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人会相信 只有眼罩男人叫住她 原来眼罩男也是记者 多年前听到了风声 悄悄潜入别墅里打探 可照片还没来得及拍 她就被妈妈发现 右眼就是这时候坏的 眼罩男从此怀恨在心 势必要挖出蒂娜的秘密 两个人的目的相同 很快就达成了合作 因为相亲的条件 男方必须是贵族 所以眼罩男找到迈克 她是一个落魄的贵族 在赌桌上输掉所有家产 眼罩男用金钱诱惑迈克 让她去参加蒂娜的相亲 并找机会偷偷拍下照片 去前的迈克同意了 等到了相亲的那天 其他的男人看到蒂娜后 全都被她的鼻子吓跑了 只有迈克还留在原地 她刚刚在整理照相机 并没有看到蒂娜的样子 而回到房间里的蒂娜 也在监控里发现迈克 她感到既惊讶又惊喜 这么长时间以来 还是第一次有人留下来 蒂娜用单面镜和她聊天 看着对方帅气的脸庞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眼看到了分别的时间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蒂娜也安心了下来 第二天 迈克如约地来到这里 她昨天没有拍到照片 今天一定要完成任务 她跟着乐队打架子鼓 陪蒂娜一起下夕阳节 两个人隔着单向镜子 聊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迈克说起外面的生活 这让蒂娜十分的向往 可即便如此 她也没从房间走出来 迈克失望地离开别墅 今天的任务又失败了 于是第三天 迈克又来到了这里 这次她见到了蒂娜 不过震惊之后 她慢慢地伸出手 想要触摸蒂娜的鼻子 通过这几天的相处 迈克有点心疼 这个被诅咒的可怜姑娘 可随着她抬摄的动作 怀中的相机被启动了 蒂娜以为是在说自己 伤心地跑出了房间 而迈克则找到眼罩男 生气地摔碎了相机 但是这一幕 假巧被妈妈看到了 迈克也是他们一伙的 妈妈对她非常的失望 迈克赶紧冲回去解释 而此时 蒂娜也平静了下来 她不计较迈克的目的 她已经对迈克动心了 只要我们在一起 咒语就会解除了 迈克拒绝了她的请求 在蒂娜失望的眼光中 离开了这栋别墅 但相近仍然还在继续 蒂娜终于受不了这些 悄悄地收拾行李 趁着夜色溜出了别墅 路上拥挤的人群 街边流动的生饭 老人牵着的小狗 外面所有的一切 都让蒂娜感到心气无比 她在街上逛了很久 最后拿着把妈的卡 在酒店里面安顿下来 可迟迟没有拍到照片 爱德华再也等不及了 赵人画了蒂娜的画像 并刊登在了报纸上面 可这画的 坟名就是一个主妖 本人看到了都要报警 蒂娜根据上面的电话 生气打给了眼罩男 准备把照片卖给对方 证明自己猜不着那样 挂断电话之后 蒂娜来到照相亭拍照 并把照片装进纸袋里 用绳子递给了眼罩男 可眼罩男看到照片后 突然改变了主意 照片中的女孩 青春无害 并没有什么杀伤力 也不像爱德华说的那样 有着满嘴恐怖的獠牙 只是长着一个猪鼻子 可爱德华不愿意放弃 他执意地看到了照片 而看到照片的麦克 生气地找到眼罩男 把之前的钱都还给他 其实这几天 麦克也非常的难受 在赌桌上也提不起兴趣 总是会想起蒂娜的事情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蒂娜的善良和纯真 却意外地吸引着自己 可她却不能答应蒂娜 而蒂娜并不知道这些 她在酒吧里面 意外结识了金饭女孩 对方个性十分洒脱 带她在城市里面穿梭 体会很多新鲜的事情 蒂娜害怕爸妈担心 每天都会寄明信片回去 而爸妈根据上面的照片 在附近不停地寻找着 终于发现蒂娜的身影 为了不被爸妈带回家 蒂娜一路逃到酒吧里 却因为体力不支晕过去 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医院里面 外面还站着一大批记者 原来照片刊登之后 人们并没有讨厌她 反而觉得猪鼻子很可爱 根本不像之前说的恐怖 连市长也跑来跟她合影 蒂娜成了城市的代表 所有人都以她为骄傲 只有爱德华处外 依然在镜头前诋毁蒂娜 这些话引起众人的不满 她的爸爸见情况不对 立马逼着爱德华道歉 可话都已经说出去了 就没办法再收回来了 为了挽回家族的形象 爸爸要求爱德华 亲自上门和蒂娜求婚 爱德华是一百个不情愿 但她却不得不这么做 蒂娜的心里还想着迈克 自然也是不愿意的 可妈妈却说 只要爱德华娶了你 就会解除身上的诅咒 蒂娜停后考虑了很久 最终还是无奈地同意 报纸上很快看登这件事 迈克看到之后度火中烧 他很想去阻止蒂娜 但却没有勇气这么做 因为他根本不是贵族 他其实是水管工的儿子 根本不符合诅咒的条件 也就没有办法帮助蒂娜 还不如放手给蒂娜一个更好的选择 很快就到了婚礼那天 爱德华强忍着恶心 说出我愿意的誓言 等轮到蒂娜的时候 他看着台下一张张期待的脸庞 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不能因为解除诅咒 而违背自己的内心 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 随意决定自己的人生 况且猪鼻子也挺好的 以前是我没发现而已 没想到花音刚落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他被无形的力量击到 过往的一默默都在他的眼前回放着 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 诅咒竟神奇的消失了 他变成了正常的样子 原来管家就是女巫 而接受真正的自己 才是破除诅咒的关键 我们都应该学会爱自己 故事的最后 蒂娜当上了小学老师 在参加化妆舞会的时候 意外地和迈克重逢了 虽然他戴着猪猪面具 但迈克还是认出了他 迈克向他真诚地道歉 也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他是不得已才离开的 我没有能力 去破坏 没问题 他们俩终于结束误会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我们都应该学会 接受自己不足的地方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拜拜